雷希萊, 其實林過雲犯這宗 詩人謀殺案之前 都留下了一些蛛絲馬跡 反映這個人的反叛和有異常的行為 是, 根據他爸爸在法庭上 作弓的時候曾經透露 說林過雲有偷看他兩個妹妹 洗澡的經驗 後來我們翻查資料室的檔案 也發覺在1973年 林過雲就因為犯了非禮罪 被判入住小嵐精神病院的奴役中心 沒錯, 據聞林過雲的嗜好很古怪 當警方拘捕他的時候 在他房間裡收到一大批色情雜誌 解剖的書籍和解剖的用具 就像我拿著這盆解剖的用具一樣 好厲害, 你說林過雲小時候 有沒有想過做醫生? 這層我就不知道 不過我相信林過雲想做殺手 是有興趣大一點的 當時在他房間裡 曾經收到一本聚述英國著名的 殺人狂魔小說, 叫《霧刀殺手》 而林過雲本身是自稱羽野殺手 聽你這麼說 林過雲這個人對性暴力也很有興趣 不知道家人對他有甚麼看法 你想知道嗎? 好, 日前我們走訪過他家人和鄰居 訪問過一個教林過雲開的士的師傅 問問林過雲這個人是怎樣的 要求律師傅 要求醫生, 確定要求他 要求醫生 要求他, 跟他雲上私 要求醫生 都要求醫生, 要求醫生 要求醫生, 要求醫生 我必須理大正 要求醫生, 要求醫生 我可以說 林先生, 請你開門吧 請你開門吧 你追不走的那個人是林嗎? 不, 我想問問你有沒有去探望林過雲 那你就走了 不, 我開過, 林不交我事 我不罵你 我想問問他有沒有見過他 然後我們試圖訪問林過雲四周圍的鄰居 但是他們似乎都不願意提起林過雲這個人 還有不想再談論林過雲這件幹件 你知道這件事情嗎? 是 那他家人你有沒有見過? 沒有 沒有, 我們很少見到他 你很少見到他人 因為他們的語氣好像很不開心 是否平時他們都不多跟人家說話 住在那裏那家人都不說話 沒有, 即是有就有 哦, 這樣 那些鄰居依然都在那裏? 鄰居, 即是隔壁鄰居 隔壁鄰居 隔壁鄰居 隔壁鄰居鄰居 那男人是誰很年輕的? 他是姐夫 哦, 他是姐夫 原來是姐夫 他是女兒 還有女兒 三個女兒 他們有沒有跟你談談? 沒有, 沒有 沒有 你跟父親的交情是怎樣的? 沒有, 他是假的, 他是帶你 那他們父子的感情又怎樣? 不知道 有沒有一起走出來 沒有, 他老爸很少走出來 他就駕駛的, 駕駛半天回去 不回去 你怎麼知道? 哦, 要 1979年10月11號 在我署駕駛的士牌 那我記得呢 他上來報名的時候 因為我曾經給他表格他填 他的名字呢 令我感覺到奇怪 少助林過云 我曾經問過他 好像過眼雲煙那樣 但他就沒捉我的笑笑厚 好不算數 馮師傅 林過仁在上課時的情形是怎樣的 通常他上課時 一定是坐在這個位置 就很靜 很少跟其他同學聊天 但如果站在我們 對一個學生來說 他算是一個很勤力的學生 能夠上課一個月的時間 選擇的士牌 而且上課時很專心 這也是他的好處 其實綜合回來 林過仁的鄰居所說 和他家人當年在法庭所作的公辭 我們可以理解到 林過仁的性格相當孤僻 從來都沒有朋友來找過他 就算和家人都很少聊天 他曾經說自己在雨夜殺手 在下雨的時候 才可以和神溝通 覺得特別有力量 如果殺死的寬腸女子 只不過是替天行道 所以在四個受害人之中 有三個是在娛樂場所工作 而在四次的行空之中 有三次也是在雨夜進行的 這些是他自己所說的 總而言之 這四位受人的死 是相當冤枉和殘落的 陳鳳蘭 二十二歲 職業 夜總會領班 死亡時間是1982年2月3日凌晨